Hello 大家好 我是乔乔 对 那如果呢 你会觉得很迷茫 会觉得很纠结 你自己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那请你留下几分钟的时间 将我今天的视频看下去好吗 对 嗯 很感谢你们 对 那矫情的话和周路的话就不多说 就把我今天写的一些东西 嗯 讲给你们听好了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评论我啊 失信我 就会问我说 你拍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还说 你到底想要展示些什么 甚至有很多话都很糟糕 我常常呢 会与这些话 陷入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然后陷入到不断的自我否定的一个死循环里面 然后我会常常反思 然后怎么也走不出来 我经常会想 我到底因为什么而存在 然后又是因为什么 而做自媒体的 对 没有才 没有才艺 没有内容 没有口才 没有有趣的灵魂 我就是这么平平翻翻 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从2019年 10月13日 一直到今天2020年 2月21日 这些问题 没有一天不在我的脑子里面打转 我经常性的发呆 然后陷入到自己的世界里面 不断的否认自己 然后为难的自己 伤害了身边的人 就是伤害了那么一些人 他们明明给我 很好的鼓励 很好的安慰 但是我就是为难着他们 伤害了他们 对 我也不想的 今天呢 又是很平常的一天 我就跟往常一样 看着私信 回复着评论 然后跟大家说 谢谢能够支持我 关注我 鼓励我 然后就这样看着看着 好像有那么一瞬间 我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 对 我有收到一个私信 他就有回复他之后呢 就跟我说 之所以他会存在 是因为我希望 对 我想 有这么样的人存在 所以他存在了 也许你们会很难理解 但是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 每个人都会被需要 一个人 无论他把自己变得多么糟糕 都会有那么一些人爱着他 陪伴着他 守候着他 对 无论别人怎样的否定你 都会有那么一些人 会坚定不移地支持着你 就像我妈妈常跟我说 她说 她的一生都很劳累 但是因为有我 有我姐姐 有我妹妹的存在 所以他就有他这一生 很幸福很幸福 我也觉得 那对于你们呢 对于做自媒体 我希望我的存在呢 可以给你们带来开心 而不是烦恼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呢 真的可以滑掉 没有必要留下伤你的话 然后伤害了你 也伤害了我 对 反正呢 你们也不要轻易地 否定自己 质疑自己 你总会有人需要你 总会有人爱你 对 那其实说这么多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我就想说 以后我都会 想要坚持下去 认真的听你们的心事 然后用心地给你们回应 反正我不能保证 以后都怎样怎样 但是现在呢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反正加油了 嗯 对了 以后好相处哟 嗯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真的到这里结束了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就请点赞 关注收藏 转发 在下方多评论 那我会回复你们哟 嗯 爱你们了 如果以后你们有什么心事呢 觉得不开心的事情 可以 可以跟我说说 我可以开导你们 对 好吗 好累 那好哟 嗯 拜拜哟 对 爱你们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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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